原來是我 濃烈了 可以當我們破壞的 甚至跟他們破壞了 為何不 你理解你們要破壞的 就會對抗他 你知道它是一個懶惰的 我們要破壞的一點 就是支持那些 原本也只是覺得很美 很有興趣 沒想到這樣子的方式 来谈论他对于传统和当代的看法 并且时间在他的作品上 并且时间在他的工作坊上面 从你身体去感受到 所谓何谓传统何谓当代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所以请大家来看林柏玉 因为老师的教学蛮有启发 他不会一开始就叫我们知识 不会就是限定在那边 可是是慢慢的发展 整个过程都是要一直思考 所以从教学就会感受到老师的想法 在于他想做传统连接 现代舞的这一块事情 蛮期待老师及其他舞者 到时候在舞台上会有怎么样展现 这个演出一定要来看 然后他不但有很漂亮的舞台 最重要是老师总把泰国的传统舞蹈 转换成到现代的舞蹈的形式 而且我觉得不只看身体 跟看他的很多的精神内涵 发觉更多不同的东西 对我们在台湾同时存在 他有现代跟传统的 我们去更去发觉东西 然后会更多的形式 老师太特别了 他用一个很生活的 然后他有很多很多的提问 每个提问都撞击我 我对他生命跟他舞作 很大量的提问 他每次提问的时候 他好像用他的身体的能量 在告诉你什么 然后带你进去什么 我英文没有很好 可是好奇怪 我今天完全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个舞马的那个名称 实在太令人有很多空间的想象 所以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非常非常期待 相当推荐 我超感动的 因为我的本业是发型设计师 在发型设计师的时候 当你要做传统跟现代的东西 你在做的冲突 今天好像上了一课 好像是在上检发课一样 让我觉得很感动 原来我可以挑我喜欢的东西 放进我爱的客人里面 然后让我的客人开心 他让学员有更多的可能性 现代舞不要都只是看不懂的状态 还有传统 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拿起来的 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放下的 什么时候可以做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